主席各位同仁 市长以及各位列席各位长官 那是不是请资来水 资来水公司我们前黄董市长 陈总经理 董事长 你麦克风按一下 我想请问一下 云林县政府有一个针对高铁云林段地层下线的报告 那他的报告指出 这个大家都讲说是民众超抽地下水 可是县政府却指出是因为你们超抽地下水 比如说资来水公司超抽地下水 也就是说一般民众抽取的地下水是地表底下100公尺 你们是挖那个井挖到地表底下200公尺去抽 才是造成这个高铁地层下线的主胸主因 你们的看法你们有没有说专业的数据 或是你们抽水量跟一般民间的抽水量的一个评比的提供 比较提供可以告诉我们吗 好谢谢委员给我们这样一个说明的机会 那么事实上影响高铁的那个地下水水位 最重要的就是高铁云线三公里的范围之内 那么这三公里范围之内 这个三公里有没有科学根据 如果它地层下线是全面的下线呢不止三公里 我想它是最严重的影响 事实上所有的地下水是互相流动的啊 对它是互相流动 所以前面都会受到影响 整个的那个云林线那么事实上都会受影响 那么最严重的啊我们这个根据专家的这个推估 应该是三公里之内 那么三公里之内自来水公司在那个地方 本来有十六口井 那这十六口井我们已经把它废弃了 这个十四口剩下两口 现在这两口的话我们也预计 年抽水量多少 那个取水量的话 那个年抽水量 现在是刚刚报告就是说 我刚还没报告完嘛 十四口 五口的话那么这个减抽是 一点四三万这个地方公尺啦 就是每天啦 那么我们现在目前这些已经废弃掉了 所以目前还剩下两口 两口申请 那么这只剩下三千七地方公尺啦 也就是CMD啦 每天 对现在目前只抽这样子 而这个依据我们到今年的五月底 我们把这个西楼跟日台西的这个沿管工程完成了以后 这两口就会封闭掉 全部封掉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们过去 其实坦白讲一天三千七百吨 三千七百立方公尺 是 坦白讲也不少 比起一般民间的这个小的鱼池啦 或是鱼池也不是每天都抽那么多 其实坦白讲你们 你们认不认为你们过去也占了这个 这个超抽水量相当大的一个比率 应该在整个的比重来讲 嗯 我想 有一定的比重 对我们的这样子的三千七七百立方公尺一天 其实对于这个高铁沿线的这个 这个地震下线的影响 我们认为不大 因为你认为其他民间更多吗 对 民间您估计有水井有多少口合法非法的加起来 现在大概很难估算 很难估算 对 他现在这个 每一天有十三点三万立方公尺的那个 那个地下水的那个 那我现在再提 再请问一下 其实哦 你刚刚讲说 因为地下水是互相流来流去的 是 以你们的经验来说 我说这其实是为了专业的问题 像这一次他们说 这个日本的这个 这个核灾 他们的一个地下水 灾区的地下水都会发现有辐射 不仅是这样子 连东京距离这个 这个 这个福岛 两三百公里的这个东京 他的地下水也有辐射 你觉得 这个情形 如果发生在台湾 地下水的污染 或是自来水水源的污染 那你们会怎么办 你们有没有做好一个应变措施 嗯 这一次日本的这个经验 给我们很多的提示 你们过去没有应变措施吗 没有根据这部分 我们本来有 我们的应变措施 事实上在之前 就是透过对于水源 大概自来水大概可以分成两端 一个就是水源 那个 地表水那一端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进入我们的 进水场以后的这一端 嗯 那么我们 目前之前 我们严密的来监控 那么跟相关单位 目前严密的监控 这个水源端 那么水源端 当然包括 这个地下水源 你们有没有辐射出污的能力 那么对 它的辐射的量 那么我们 第一个你们有办法检测监控出来 第二个你们有办法出污了 事实上目前 这个 水源的部分 那么 不管是水利署 或是我们的严认会 他们 都有严密在监控 而我们负责的部分 就是进到我们进水场以后 对 我们处理完了以后出去 我们自己 也有严密的检测跟监控 好 啊有没有办法出污 去除辐射 我告诉你 日本人都没办法啦 日本人他们 政府呼吁他们 民族不要用自来水啊 其实啊 如果是那个 水源的污染的话 那么水资源管理单位 我要进到你们 进到我们这里以后 你们进水场 你们有没有 具备这个 这个除污的能力 其实啊 如果 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讲 是 那么 对于辐射的那个来源 也就是说 它的那辐射层 它的那个 那个处理啊 事实上 现在的那个 RO啊 薄膜处理 那个 大概 它那个 它那些 重金属 大概就穿不过去了 啊 只有你 我这比较专业啦 啊什么你想得到 日本人想不到咧 没有 你是不是有点 讲得太满了一点 不不不不不不不 日本人 日本人也不会说是 那你是鼓励民众自己家装RO还是怎样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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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来水公司哦 我跟委员报告 自来水公司我们负责的就是 下端嘛 那么事实上 我们的政府 非常严谨 现在就要请问您说 是 水离开你们进水场 有没有把握 把这个 如果有辐射污染 能不能把这个 我们在它离开之前 去除掉 所以离开进水场以后 不可能 有辐射污染 真的 真的 那日本人要跟你学习啊 我不晓得他们怎么来的 我 因为从进水场出来了以后 日本人要跟你学习啦 日本政府他们 他们 他们 他们碰到辐射污染 他呼吁他民众不要用 你是说 我们OK 我们进到进水场 出来水 进到进水场 如果有污染的话 我们进水场 经过我们进水场 处理完 就没有辐射污染 对 我们进水场出来了以后 基本上我们会严密的监测 而且事实上还有一层 就是说 在进到进水场之前 嗯 那个 我们的水证单位 还有 那个 这个原者能管制的单位 已经都已经 非常严密的在那边监测了 因为 我为什么会这样讲 是 如果这个水出了你们 因为进到进水场 这个会整 会走 如果出了你们的进水场 有辐射的话 循着你们的这个 这个自来水管道 是 这个自来水管路过去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将来造成辐射的成绩 就是说 当然辐射是有半衰期的 半衰期的 这个放射量减半 那不管 那如果说它在你们 线路 管路上有的话 那就四通八道 所以你除就无法除了 所以出了进水场 这个部分 所以出了进水场是很重要的 在出的这个阶段 我们必须要严密的去监测 控管 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以现在的这个 海水的这个自来水的这个 滲漏率那么强 那么大 那么高 那如果将来 在地下水被污染 那这个地下水 这个污染了你们的 从这个管线 污染了你们的这个自来水 怎么办 那用户怎么办 我认为 机会 维护机会 是不能啊 你这跟原人会讲说 我们只有百万 只有百万分之一的机会 可以这个 不设风 会吹到我们这边一样 你不能这样 不能堵机率 不是啊 从进水场出来以后 就进入我们的水管 然后就接到 外线 内线 肯定滲漏率很高 20%几 我 我 对啊 你们滲漏率多少 你们自来水的滲漏率中 一吨的水 从你们进水场出去 到用户那边 剩下多少 哦 不是啦 剩下多少 那个就是受水 就是受水率跟漏水率 漏水率啊 滲漏率呗 现在目前大概漏掉了 百分之多少 20.51 20.51 那是漏出去 哦 对 那你怎么 怎么担保这个 这个管路不会受污染 它是漏出去 那么这个水压里面 它里头的压力很大 进不来就对了 蛤 进不来就对了 进不来 真的哦 进不来 好 那我相信你们啦 因为 相信你们的专业 大家如果出了问题的话 就要派干死队啦 不 有两层嘛 因为在那个水资源 水库的部分 已经有一层的监测 嗯 然后到了我们进水厂 出来以后 我们又有一层监测嘛 对 监测是测量说 有没有 对 监测完之后 没有才可以出污 对 啊你们现在有 有把握 跟民众讲说 你们有这个 能力来出污 不是这个不是 你刚上讲的啊 没有 这不是 你刚上讲的啊 就是说 进去自来水有 有这个污染的话 您保证出了自来水 进水厂之后 没有辐射污染 我在重新严谨的报告一次啦 第一个 水源要进到自来水之前 如果受污染了 如果受辐射污染 受污染的话 水生单位就不让他进到我们那里来了 比如什么水库 或是毁碎水库 他们发现 已经有超量的那个 辐射 那么他们那边就已经 就汇气那个水源 就不让他进自来水 所以 来到自来水以后 我们还有一层的保护 就是说 我们 处理完了以后 那么在 从进水厂出来之前 我们会严密的去监测它 那么有问题 我们就不让它出去 如果在他们发现之前 已经 已经这个进到进水厂 怎么办 因为在 要把进水厂 废弃掉 进水厂 进水厂 出去的时候 我们会 会监测 我知道监测 那监测如果有问题 我们不让它出去 我们那边 把路就关起来 管路就关起来 就关掉 不出去 所以目前为止 你也同意说 你目前为止没有出污的能力 辐射出污的能力 他目前为止绝对没有 没有辐射出污的能力 没有 清楚的讲 因为我刚刚讲 本来要给诺贝尔讲 那第三个 那第三个你说 辐射处理 那个是一个专业性的问题 我是报告说 其实 目前是没有 那么 海水有这个能力 哦 对 海水有这个辐射除污的能力 就是对于所谓的重金属 很简单 没有我讲说辐射 不是重金属 但是辐射也来自重金属 好啦 你说可以吗 我相信专业啦 但是 但是 但是现在没有发生到这种工作 你相信专业 我相信这样一整两次 好我们请 我们请自来水专业 哪一位可以 哪个处 哪一个 哪一个专业 告诉我们 不要推来推去哦 推女生 你好 处长你好 没有那个 就分两个区块啦 如果是说 是在水库上有辐射污染 讲过 刚刚董事长讲过 我是说 如果你们净水场被污染 你们有没有办法出 我们对辐射处理的 这个我们 因为你们刚刚讲说 还没有啦 水源地进来之前 你们发现水源地 如果被污染了 你们赶快停掉嘛 就那个水就废弃嘛 对对 但是如果你们停的太晚 或是一时没有注意到 已经进来了 嗯 那就表示你们 污水场里面 也有辐射源了 那有辐射源 你们有办法处 没有办法处理啦 没有办法处理 我们是把它 把这个 这个已经有辐射 现在把它排放 不能再 在我们进水场 所以你们没有办法处理 对对对 我想说 我就觉得很奇怪 人家日本政府 他们 都没有办法处理 那我们 有能够处理 那真的是诺贝尔奖 好 那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是 分区供水 就是用 水源调配 分区供水 分区供水 好 是 现在再请问 董事长 其实我真的是觉得 你们现在的那个漏水率 那么高 那现在台水又没有赚钱 又没有 因为不能调长水价 苦迷所苦啊 那是好的啦 但是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 呃 你赞不赞成 你同不同意 就是每年漏掉的水 现在漏掉的水量是多少 二十点五亿 二十点五亿 对 那好几个正温水库 对 好几个更多的十分水库 对 我们心里很疼 很疼啊 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政府 就是你们如果要需要 如果一个做一个 把漏水率降到百分之十 或者能够有效的 降低这个漏水率 你们需要多少特别预算 如果譬如说 编率特别预算 前几年扩大内需的时候 对不对 大家要编特别预算 你都没想到这一点 应该要多少 有我们这四年 我们就争取到了两百六十三亿 嗯 我们自己负担了一百六十四亿 对 政府的那个公务预算九十九亿 对 效果非常的好 我刚刚也在在 本来是多少 降到多少 没有可以降到了 这四年的计划完成 我们可以降到 二点 二点八三个百分点 所以二十点五 二十点五降到十七点八 就是 现在目前是 二十点五啊 二十点五一 没有 今年已经算是 四年计划的第三年了 蛤 第三年了 我们只剩一年 那四年计划结束 四年计划结束 可以有二点八三左右的 可以降到多少 你给我具体数字 大概就是十九点 嗯 花了两百多亿才降 那很难 很难能可贵 很难能可贵 对 因为那个 哦 但是现在 现在你把它省下来以后 接的以后 我也觉得觉得 你的回答很难能可贵 是 所以我觉得其实 希望说 期待你们加把劲 因为政府的 国家资源那么多 花了两百多亿 降二点八 你要花两千多亿 才能把它降掉 才能把它全部 全部降到 这不可能 可能还不止 来不及 不知道 可能还不止 不止这样 还不止 那难能可贵 谢谢 谢谢董事长